這個宮殿的這個人 所以叫什麼名字? Chirin Murado Chirin Murado 是建這個宮殿的人 所以他們把他的雕像放在這邊 大概有五到十分鐘可以接見他的什麼 他下面的官員 那個角落是可汗王住的地方 朋友住在莫斯科 那他想要讓國王開心 所以他就到這個 因為他知道國王有很大的東園 所以他就到這個莫斯科東園 就跟這個東園的人說 我想要跟你買那隻獅子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佛哈拉國王 我想要買這隻獅子給他 結果那東園的人就說這個不適合 你佛哈拉沒那麼熱 獅子到那邊你要從莫斯科 到這個佛哈拉那邊 第一個行程太遠 第二個這個氣候不適合獅子 那講一講都沒辦法 後來這個人呢 這個人想要取悅 他的朋友想要取悅國王 後來就叫人家這個獅匠去雕刻 這個雕刻 那他是用講的 就是跟這個獅匠講說這個獅子長怎麼樣 所以呢現在 運過來 這個獅子呢就有一點像狗 這個呢是他這個下棋的地方 因為這個 這個這個國王他很喜歡下棋 所以這是他下棋的地方 那再補充一下 這個白色的宮殿 他是用白色的這種灰泥下去建的 灰泥就是那個 石膏啦 就是辦活動的這個地方 如果有什麼party 或者是接待這個外交使節 來的這個大廳 各位看一下他特別點 是在於上面的玻璃有沒有看到 他用這種玻璃 因為這邊白天是很熱 然後有陽光照射 所以呢 這個陽光就會在這邊怎麼樣 照出來就會有不同的顏色在裡面 好 就是很適合辦這個宴會的地方 所以呢 當他們在這邊辦宴會啊喝酒的時候呢 他們可以把上面的窗子打開 那外面的風就怎樣 可以照一下 這是他爸爸 是冰箱的東西啊 這上面呢 可以怎麼樣 弄一弄可以產生冰啊 他所以呢 也可以放一些 就是弄一弄以後 這下面這個就可以有冰出現這樣 然後所以他們辦活動的時候 就怎樣 可以有這個冰塊 秋天的時候呢 那個佛王也 可漢王也喜歡在這邊 好 為什麼 各位看一下這兩塊 這兩個 這兩個是那個 這個就是暖氣 這個就是暖氣 好 所以呢 到下這個秋天的時候 有點涼 這可漢王也可以坐在這邊 有這個暖氣就可以 好 他說不要特別這間呢 是這個 呃 就會知道昨晚 那個可漢王每天的那個 那個什麼 妾啊 還有這個 這個女人不是很多嗎 好 當然這個女生呢 被帶來這間的時候 就會帶到這個 鏡子裡面 然後呢 他就會靠出這個女生做 因為我看到鏡子裡面 有很多的女 對不對 就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你不是唯一 你不是唯一一個 可以怎樣 取悅這個可漢王的 可漢王有很多的女 懂嗎 所以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我們說一下這個故事齁 這一間呢 是這個我們說呢 可漢王呢 有一天他到了這個 莫斯科的時候呢 他呢 突然之間 天雷溝動地火 看上了誰 這個 這個 這個蘇聯王的這個姊姊 這卡卡連 對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天雷溝動地火 他們兩個怎麼樣 相戀了 相戀了 所以呢 當呢 這可漢王回來的時候呢 他怎樣 他希望這個誰 這個 火王的這個姊姊 能夠來這裡 所以呢 當他決定 這個他要來這裡的時候 這個可漢王呢 就開始建這個 這個宮殿 這個宮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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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坐在上面 欣賞這附近的 那個周遭的風景的地方 對 然後那個是他家人居住的地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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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半天 你以为还没想过 你以为你还没想过 有空 小生 你和我一半 你都喜欢 你还没有不过 你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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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不过 我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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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